我們這邊比較出 是和黑金色有少少 大概是八千多元 明顯車身兩邊座管 手把和這樣接起來 現在就示範第二種方法 好了 開始計時 我現在的位置就在圓州 準備踩過去馬橋 好高嗎? 大家好,歡迎各位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Chris 今天出來就是試這部Java的摺車 我正在測試平路 在單車徑上也有多少人 我現在穿的衣服就是 一套蝙蝠的 我先踩快一點 這裡沒什麼人 可以用力一點去 不過來到這位置也是有些人 我現在試這部車 我有一件事 就忘記了帶出來 也挺重要的 就是水 我平時踩公路車 踩公路車的時候 都會看一看車 如果水架上少了些東西 就會發現沒有帶水 但是現在踩截車 就沒有留意到這件事 然後剛才踩一下 看在下面 我忘記了帶水 只要頂眼上 唯有沒有水喝 單車急救隊 包不包提供這個水的服務 我時速保持在二十多 二十多踩下去不會很辛苦 不過主要是今天 這條單車厲害 太多人 我就懶得踩到這麼快 這部車出來的時候 我就把座墊調回水平 讓我好錯一點 還有龍頭 不是 頭柱 就調低一點 現在踩下去的感覺 就很好 剛才那裡說很多人 這裏好一點 但是如果今天不出來 明天和後天 就很大機會下雨 好多人 好多人 好 那來到馬橋了 好 那現在就看看 在這麼多人 還有我沒有水喝的狀態下 是踩著什麼時間 19分38秒 我本身都以為我自己有些位 都可能會踩得幾分 但也不是 有些位快了一點 但是大部分的位都太慢了 只有二十多 大部分的位置 那現在都給大家看一下 這部車先 就是Java的ARIA20 太金色版本了 變速器主要就是105 換了這一隊的50mm 炭刀 451的LINK 嘩 今天雖然不是說很曬 但是踩過來 都挺熱的 我覺得 那我就打算 踩過去優景那邊 再測試一下 這部車的上車 看看它的性能是怎樣 爬坡的時候容易嗎 那現在踩過去優景 我都打算分享一下 剛才的感想 那第一件事 我就會覺得 它這部車踩下去是舒服的 主要是它的頭柱位 是可以調到比較低 它現在這個高度 我是調到最低的 是剛剛好 我覺得是很舒服的 這個位置是 因為以前試過的一些摺車 它的頭柱位 可能是沒得調 又或者是沒辦法調到那麼低 所以這隻手是會有點累 肩膀和雙手 好啊 那我想保持的速度 大概都可以保持到 在30至35中間 如果是踩到上去 35打後的話 就開始會辛苦了 有少少那種 Spring的感覺 我正在衝動一次 那這部車踩下去的感覺 都是很順暢的 我想是車主 改了一對連結 改了一個陶瓷BB 同道輪 所以令到這部車 我踩下去的時候很順暢 和轉波的時候也是很準確的 那今天都比較多人的關係 所以剛才我都不停在這裡變速 都不會說太辛苦的 那雖然這部車 它的品牌 就不是說那麼多人很喜歡它 它是一個大陸的品牌 Drava 但是我覺得踩下去的性能 是沒問題的 好啦 那就來到優景了 就測試一下優景 上車是怎樣 平時都是踩一張樹灘 今天就輕鬆一點 那因為這一部車 它前面是有兩塊餅 所以我是可以調做小餅的 我在平路就主要是用大餅踩 現在上車就調小餅 後面的飛輪就可以 中間一點點踩上去 那節奏就差不多了 那速度我就維持在13 13這個速度就輕鬆了 算是不會太辛苦的 可以踩得更加快 不過我打算去到後面一點點 那見到前面有兩位都是穿 紅色衣服的車手 前面粉紅色的那位呢 是踩著Pindorero Dogma F12 那速度是12 跟它的車型號都是一樣 好可怕 現在的速度是15 16 就是12它們在突免 它們在這裡 出發 來到這一道 我就發現 隔離的那位F12師兄 他不想被我爬頭 就在加緊速 那就是說 本事和根伸相尖 何... 太急 明明大家都是自己人 我都是踩開公路車的 為什麼要這樣跟我跳我機呢? 我又剛好在試車 我又沒理由收慢,對不對? 我想試真點,這部車就要加速 那我就唯有,真的沒辦法了 接受這位師兄的挑戰 二十,十九 為什麼要和我鬥車? 我真的想慢慢過去 好了,上路來的頂了 我想喝水 現在的喉嚨很乾 現在就下車,找個地方分享感想 好了,現在就分享最後的感想 剛剛就上完車了 真的踩得出汗了 我平路踩的時候速度就很慢了 剛才大家都可以看到 但是這部車要踩到三十多的話 我覺得都沒什麼問題 你都可以保持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 但是你說要好似公路車這樣 上到三十八、三十九 四十踩著套工 我就覺得有點困難了 就會好似全力去踩這部車 在Spring 再拿這部車和其他摺車去比較的話 例如說K3、小步那些 會不會因為它是一部Java 一部國產的摺車 就有什麼不足的地方呢? 其實就真的沒什麼不足的地方 我踩下去覺得姿勢上面OK 法力都不錯 我慢慢踩 整個過程都很舒服 不會有什麼雜音、異音等都沒有 但是它又不會有什麼太突出的地方 就是你對比K3、小步那些 又不會有什麼突出的地方 都是普普通通一腳摺車 外形上看起來我覺得是帥仔的 我剛才上車的時候 初期保持十幾十三十五 去到後期 就撞到那一位F12的師兄 我本身在他後面 我打算最後那一段 踩回快一點點 我就爬他頭 我就發現我加幾快 他就加幾快 我之後就知道這位師兄 應該想跟我鬥快上去的頂 那一下我就測試到這部車 其實你上車的時候 它都可以一下升到上去二十幾 都沒有問題 那我最後那裡 就是直接把回轉速拉高 然後我再重多一格 保持同樣的回轉速 速度是更加快的 那就先上到頂先 所以這一個 有隻小狗仔 挺有趣 那這部車上車 休境最後那一段 保持20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也很感謝那一位師兄 我本身沒有想著 踩到上去二字頭 我打算都是保持 可能最後踩十六、十七 這樣上去的頂 怎知道那位師兄 啊!和我鬥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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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部車的齒比 是足夠你去應付一般的斜路 平路就更加是沒有問題 它有一個大餅 再配合一個細飛輪 你踩平路真的想幾重都可以 前提是你要踩得肉 這部車 那我剛才 有時我想上到三十幾 就大餅 中間那幾塊的飛輪這樣踩 都不會去到最重 如果你真的調到最重那一格 真的很重 上車就 優境絕對沒有問題 我覺得你再踩一些 難一點的路斯子亭 都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在制動力方面 也是很好 它很輕手就可以殺到這部車 那我想車主買這部車回來 應該是喜歡它的樣子 所以就買它回來 然後再改裝 是為了令到速度可以更加快 和更加輕鬆 又或者是對Ling那些 更加帥仔 配一配色 有些金色的配合這部車 這樣改裝完 我就會覺得它沒有缺點 我覺得會是正常 正常改裝 你會得到的一個結果 我自己都試過不同的摺車 試過這麼多摺車 我自己比較喜歡的就是小步 如果是拿我比較喜歡的摺車 小步 和這一部對比 我就會覺得 小步 我喜歡它的樣子 但是它的價錢是比較貴 整部原裝 對比這部 價錢貴一些 但是又快不過這一部 這一部應該會快過小步 除非小步是改過來 今天試這部車 都是休閒踩 雖然我知道車主 可能會想看看我踩這部車 踩套功踩得有多快 套功比較多人的關係 我就試不到了 所以休閒踩 再分享我對這部車 在性能上有什麼感想 它也沒有什麼特別大的缺點 它的車是踩下去那一下 是很順暢 而且姿勢是很舒服 比較初期的感覺 就是會是這樣 對 今天這一段影片 其實都差不多來到這裡 就是測試一下這部Java的摺車 看看下一次又有什麼車可以試一下 對 今天這段影片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啊 好想喝水啊 啊 我回來了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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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